媽媽出生在中國 所以在地球的另外一邊 你看 所以那邊去 這裡 我的第一個記憶是在我四歲的時候 那時候我跟媽媽住在我的外婆家 我媽媽是在我外婆村莊裡的兩位老師當中的一個 她每年秋天她都會到村莊裡邊 把那些學齡孩子來報名讓他們來讀書 那我就跟我媽媽說我也要上學 就那時候我媽媽說如果你不給我報名的話 那你就不能去找別的孩子 這樣子我媽媽沒有辦法就把我名字寫在第一個 所以從那年開始我就上學了 我的爺爺他就是賣魚的 他們就叫他買魚老三 就像他一樣的 然後每年那個魚進來了 他就來賣新鮮的魚 然後因為我是一個人生活 那我很喜歡吃魚 那有時候我就到爺爺那裡去買魚 爺爺也會收我錢 那個時候也不覺得怎麼樣 現在想想 我跟我爺爺買魚 我為什麼要付錢呢 可是那個時候爺爺就收我錢 然後像我印象滿深的就是養財 我們又摘很多商業 然後餵他們吃 以後那個餐廳的絲會弄出來 然後那個餐廳 那個裡面的餐廳 我們會砸了那裡吃 好像說營養很好的 現在想起來也滿疑心的 因為我是從鄉下搬到一個城鎮 好像突然就覺得外邊的這個鎮裡的人 那些別的朋友好像都比我懂事 然後我好像啥都不懂 從鄉下來什麼都不懂 然後他們好像穿得也好 什麼都知道 然後我就很自卑 然後也不知道跟他們說啥 然後就是低著頭就去讀書 他們這些人好像都不需要去做一些很難的事情 比方說跟著爸爸媽媽外婆外公去外面去種田 各道上山砍柴 弄那些給豬吃的草 那就覺得很羨慕他們的生活 就想著我可不能夠再跟我媽媽一樣的回到外婆那裡去 覺得太辛苦了 那唯一的辦法他們告訴我就說 讀書可以上 上讀書讀書讀書好 你可以去找一個好的工作 那個時候所以我就讀書讀書讀書什麼也不知道 我記得我最小的一個夢想也是在我的外婆家 在當曬太陽的時候我就看到外邊山 山外邊還是山 然後我聽我的外婆說 山的外邊是我外婆的媽媽住在那邊 然後我就說 那在我外婆的外婆外面的這個山外邊又是什麼地方呢 高中的時候人家就 老師就給我們寫一篇作文說我的夢想 那個時候我就說 我現在是知道 除了我們這個鄭外邊還有一個省城 省城外邊還有一個首都 那我現在更知道說首都外邊還有個台灣 還有一個美國 那我說那我要將來我要到美國去玩 我也還要到月球上面去玩 那個時候就是那個時候所有所知道的 那個時候覺得到了美國好像什麼都會有了 那的確到了美國真的是什麼都有了 但是呢這個什麼都有了 這個概念完全不一樣 在國內出來覺得什麼都有了 就覺得說你到了美國會有名望了 因為你出國了 然後你可以到美國就賺美元了 就好像是各樣的私欲 到了美國以後發現不是 到了美國來說就發現說我自身得到釋放了 就沒有說為外邊的一切來爭 那就是說我不需要 那我儘管說我也工作很辛苦去賺錢去養家 但是呢這一切不是說為著別人來活 而是為著自己來活 在美國的話你只要你努力你就可以得到 那都憑著你自己的真實的能力 你去打工你賺錢 那就是說身心得到了釋放 就是這種整個的環境 如果再回中國的話 跟那個時候的心態就不一樣 那個時候的心態就是要真真真真 那在美國這麼多年以後我們的心態就平了 直到說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真正的是很開心 在美國的心態上 我希望你的心態很心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